现在我手上这支旗就是来自于Packwood的型号 叫做PW288GSE 那么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Packwood 它实际上是Court品牌的目击它的一个高端型号 那么提到Court 我们会想到它其实在韩国本地 以及在东南亚和中国的工厂 中国的工厂 韩国的100%独资公司是在大连的荆州 这公司的名称 我科普了一下叫科尔特约企业学院公司 那么我们首先想一下Court这个品牌 英译一下 我们经常喜欢叫它Court 实际上Cou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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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Court的意思就是Court的意思 那么了解了一下它的生产产地 为中国的大连 Court本身公司自己的自由的工厂 那么我们要了解一下它的型号 那么这个型号叫PW288 PW我相信是叫做Packwood的意思 288是指它是一个免单型号 GAC1我相信就是标准的GA的小妖的筒型 缺角的电架 首先这支琴呢 它是标准的接筒型它的整个着色呢 采用的是叫SB也就是Sunboost 我们把它称为叫太阳间面色 它的面板呢采用的是欧洲云山单板 背侧板呢采用的是东印度玫瑰木的核板面单型号 在面板的这一圈的包边呢是采用的是非常浅色的ABS 同时呢它的嵌边采用的是人字型的鱼拱花案的装饰 鷹拱花环Roset采用的是鲍鱼墓碑和线条的结构 它的纸板和琴码呢都是采用的玫瑰木Rosewood 上下线纸呢藏的是骨质 上线线的宽度 我们平常正常的握持卡呢是呈标准的C型 它的宽度大概在43毫米左右 鱼销线长为25.3毫米左右 比我们常见的标准的25.4呢要稍微的短一点点 换算成毫米大概在643毫米左右 那么在它的纸板上呢同时有钻石型的墓碑的镶嵌 那么琴头呢黑色的贴面上有Parkwood的金色的logo和墓碑的专属的logo 那么它的旋钮呢采用的是拳分壁 同时呢采用的是石木的转轴 琴锦呢采用的是我们豪滚桃花新物 它的琴锦呢采用的是哑光 筒声呢采用的是亮光 这是个丙筒锋离的油气技术 那么这一支琴呢同样它也是个电箱 它搭配的是Fishman的Process 使用器有调音表的功能 同样呢它的主要的结构呢是压电的这个使用器原理 那么我们今天在评测里面使用的琴弦呢 这位达达里奥的EXP16也就是012-053的灵筒的规格 亮光的筒声GA的这种筒形和握持感 它的声音怎么样 我们来听听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